好,各位同学,上节课我们重点介绍了这样的一个类和对象 它们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这节课重点来看实力化 以及实力化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 好,那么上节课我们说过了 类就像一个模板一样 它可以生产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对象来 好,那么怎么区分这个不同呢 什么叫做不同的对象呢 所谓不同的对象 我们放到我们student这个类里面来看 就是这个name和age不相同 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是不同的两个对象 因为它们的特征不相同 好,那么我们如何让类这个模板来生成这样一个不同的对象呢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实力化要做的事情 好,那么如果你认为实力化这样的一个事物太过于专业的话 那么我们用一个非常普通的直白的方式来 直白的方式来描述这样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意义就是用student这样的一个模板来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好,那么我们说了 这个模板它是要用来创建不同的这样一个对象的 好,那么假如说我们用现在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实力化我们的对象的话呢 我现在创建的是一个student 假如说我把它改成student1 好,是第一个由student类创建的对象 好,然后我再次调用这样一个实力化的代码 好,创建的第二个student 好,接着我再创建一个student3 好,现在我生成了三个student1,student1,student2,student2,student3 但是大家觉得这三个对象一样吗 这三个对象是一样的,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name和ag都是相同的 好,那么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我说这三个对象相同 只是说这三个对象 他们所表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或者说他们代表的这样一个事物是相同的 因为他们的特征相同 但是并不代表这三个对象 在计算机里面 他们就是同一个对象 怎么理解呢 好,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所学过的这样一个id函数 来看一下我们所生成的这三个对象 它在内存里的地址 我们print id student1 好,然后我们连续 把这三个对象的id给打印出来 好,最后一个我们先屏蔽点 好,然后让我们运行一下ce这样一个文化 好,我们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大家发现什么了 这三个对象的在内存里的地址是完全不相同的 好,所以说再次强调 我们说这三个对象相同 指的是在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认识逻辑思维层面来讲的话 这三个对象是相同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 这三个对象没有区别 他们的特征内部和A界都是相同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 这三个对象在计算机里面也代表的是统一个事物 好,然后让我们继续 那么假如说我想在这个实力化的过程中 让这几个对象不相同 我应该怎么做呢 好,那么怎么让这三个对象被实力化了之后 变得不相同了 好,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函数 我们在处理函数的时候 我们会定一个醒餐 然后我们会传递不同的始餐到这个函数内部 那么由此让这个函数返回不同的结果 好,那么放到我们实力化这里 我们也需要向我们的类传递一系列的参数 让这个类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变得不相同 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在这个词入论这里面 像我们函数一样 传一个name然后再传一个age 好,直接这样做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在始丢阵团人类的内部 来定义一个特殊的函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应该怎么编写 好,因为它是一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还是用DEF关键字 好,然后接着它这个函数的名字是固定的 双下滑线INIT 好,后面也是接一个我们函数 常见的这样一个括号 最后是这样的一个冒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殊的函数和我们普通的 这样的一个所定义的函数是相同的 只不过它的名字是固定的 双下滑线INIT 然后再加上一个双下滑线 那么这个特殊的函数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 叫做构造函数 好,那么这里我们要说的是 构造函数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并不是我们Person所独有的 它也是很多编程语言里面通用的一个概念 好,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要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里要叫构造函数 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在这个类的下面 像这样一些函数 叫做方法比较合适 好,第一个是我承调 不要太过于纠结函数还是方法 第二个构造函数确实是一个 比构造方法用的更多的 也就是说更被所有的成选手首属的一个定义 至少我叫构造方法是非常的别扭的 从我学编程的第一天开始 几乎所有的什么CCI不加碗里面 这个里面都叫做这样一个构造函数 好,为什么会报错呢 同样的原因还是在于 你在这里 你调普通方法的时候 你需要加XSALF 对不对 好,那么NIT也需要加这样的XSALF 好,然后我们再次的运行 发行点C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连续打印出了两个SALF 但是我们这里很明显 我们只调用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构造函数 所以打印出来了两个次 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讲一个支持点 好,第一个支持点 构造函数的调用是自动进行的 当你去实力化的时候 Person会自动的帮助你去调用这样一个NIT的构造函数 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支持点 不需要你显示的调用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能不能主动的显示去调用这样的一个NIT呢 可以 那么这两个支持点是大家要知道的 好,那么关于这个构造函数像这样的一种调用 我只是跟大家讲 它可以这么调用 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编程里面 很少去这样去显示的去调用这样一个构造函数 因为当你要去实力化的过程中 你这个构造函数已经调了 已经调过一次了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再去显示的调用了 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调用的 这一点是需要大家知道的 好,那么student 它在实力化的时候会给我们申请一个对象 好,那么我想让大家想一想 那如果说我们这样 调用这样一个NIT函数的话 就是显示的调用这样一个构造函数的话 它有没有反过结果呢 如果有反过结果 反过结果又是什么呢 好,还是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好,这里呢 我就用一个变量A来接受 这样一个student等一调用它的构造函数之后的一个结果 好,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printA一下 好,接着呢 在print这样一个派 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好,所以说呢 我是说啊 大家呢还是要啊 有对编程来说呢 还是要有一定的好奇形 很少有人这样就调用这样一个构造函数 但是并不代表说它不能够调用 好,那么既然能调用这个构造函数 那么它到底反过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啊 敲一行 敲一行很简单的代码来看一下 好,我们清一下屏幕 然后呢 卡清c1.qr 好,我们看到什么 前面两个student呢 我们就诅咒解释了啊 我们会发现啊 这样的一个nit 它返回的结果是一个空啊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说明啊 如果我们显示的调用这样的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这个构造函数就没有什么神奇 或者是特殊的地方了 它就是像类似于一个普通函数一样啊 由于我们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没有retend的任何词 那么相当于根据我们之前学习这样一个函数了 说的话呢 这个就相当于啊 还是默认啊 给我们返回了这样一个nion nion 好,当然了 如果你想让它返回啊 一个结果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么做 后来我们再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nit里面加了一个流程浪 后来我们看一下啊 它会报错吗 它不会报错啊 但是呢 这个呢 又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的一个地方 那你能返回这样的一个啊 浪的空位性 那么我可以返回一个减创吗 好,我们继续来演讲一下 报错啊 那么我们呢 终于啊 又找出一个nit啊 和普通函数的一个区别了啊 对于构造函数来讲的话呢 你是不能够啊 像这样强制去返回任意的除了nion之外的一个类型的 类型的值的啊 你只能啊 Python要求你呢 对于构造函数来讲的话呢 只能返回这样一个nion 好,那么这个知识点呢 就作为一个补充知识啊 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啊 我相信呢 像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探究啊 可能很多学习啊 学习了很多年Python的同学呢 可能都不一定是知道的啊 但是呢 我还是那样的一句话呢 当你注意到的时候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奇性啊 去探究啊 去探索一下这样的一些细节的知识点 对你呢 是有好处的啊 这个好处呢 并不是说呢 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 Python的构造函数呢 不能够返回一个直播串啊 而是我认为呢 长期的这样下去之后呢 你会养成一个啊 探索和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思维啊 我觉得这一点呢 比学习知识本身来讲的话呢 更为重要 那么回到这个知识点本身上面来讲啊 实际来说的话呢 像构造函数啊 几乎啊 我几乎是没有啊 让它去探讨过一个词的啊 因为构造函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说要你去返回一个什么东西啊 如果你要返回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呢 那么我建议你呢 还是定义一个普通的函数 而不要用构造函数来返回一个什么东西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看一下构造函数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么构造函数的作用啊 就是可以啊 让你的模板生成不同的对象 那么我们呢 可以通过啊 在构造函数 这样一个特殊的函数里面呢 增加两个啊 参数啊 一个是name 一个是age 然后呢 增加完了这两个参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 在student后面的这个括号里面啊 传入name和ag的两个词 来让我们的对象变得不同 好 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啊 一旦呢 你给这个student的构造函数呢 增加了额外的参数之后啊 你就必须呢 在student里面 传入啊 这样的两个参数 如果你不传的话啊 我们看一下会有什么情况啊 你依然是一个空的括号 好 所以报错啊 因为呢 它要求啊 我们呢 必须要传入两个参数啊 name和ag 如果你不传那就报错了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啊 老老实实的啊 把name和ag传入进去啊 好 name啊 我们还是叫实感当 然后年龄呢 多少岁呢 好 永远的18岁 好 我们在这里传入参数了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记得啊 后面的这段代码的注视表 不然呢 会报错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pison c.py OK 它不会报错了 因为呢 当你实力化的时候啊 pison呢 它会自动的去调入这样一个构造行数啊 所以说呢 你的这样的一种写法啊 就等同语啊 在直接调入这样一个nit 构造行数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既然呢 可以等同语啊 直接调入这样一个构造行数呢 我们当然啊 可以在函数的内部啊 来处理我们所传入的这两个变量 好 那么在构造函数的内部啊 我们通常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啊 初始化这个类的一些特征去啊 比如说呢 我们呢 在我们这个student的构造行数里面啊 就需要根据啊 你所传入的这样一个参数啊 来初始化啊 我们的这个student对象的啊 这两个特征 好 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关键的点呢 打一下啊 初始化 对象的特性 或者说初始化对象的属性啊 这个属性呢 大家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啊 就是特征啊 我们这个对象的特征 好 那么我们之前呢 定义的两个变量啊 一个内部一个A级啊 很明显呢 我把内部设置成空子 刷ID设置为0啊 这个呢 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初始值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两个值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啊 把这两个值呢 负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初始的这样的两个变量啊 改变这两个变量的值 从而形成我们对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或者是属性 好 那么复诀的方法呢 就是啊 内幕啊 这个内幕呢 代表这里的内幕啊 这个内幕呢 代表的是这个参数的内幕啊 好 A级呢 等一样 这样一个A级 好 很多同学都会对这样的一种复制的方法呢 会很奇怪啊 你这里的 你这里把内幕复制给内幕 Person会报错吗 好 这样一种写法呢 是可以的啊 Person并不会报错啊 因为呢 Person呢 是知道的 知道什么呢 它知道你在等号的左边呢 是你啊 所要定义的一个变量 而右边的这个呢 它呢 是代表的是我们传入的一个参数啊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啊 把内幕这个参数的值啊 传给我们 传给我们新定义的一个内幕的变量啊 这样的写法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你觉得呢 这样的写法 你很多习惯的话呢 那么呢 你可以啊 你可以把这个参数的名字给改善 比如说你叫 命名一 A第一 是不是这样你就好理解了呢 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说的话呢 没有什么区别啊 因为行参的名字呢 它只是一个标识啊 随便你怎么定义都可以 好 但是呢 我这里我还是建议啊 就不要啊 再给参数去想个什么 额外的名字了啊 你就使用啊 和我们要复制的 这样一个变量同名的 就可以了啊 因为呢这个呢 已经成为一个约定熟成的习惯了啊 再者来说的话呢 本身啊 你定义的这个变量啊 和你的这个传说的参数呢 它本身呢都代表的是名字 对不对 那么你一定要想一个 呃和内蒙不同的一个新的英文单词的话 我觉得这个太费脑子了啊 要不就是我看很多同学都这么写啊 加一个加一个数字 强行呢 和这个变量的做一个区分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没有必要的 不要在这个上面呢 费太多的脑子了 好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我们已经改变了啊 我们啊 我们的这个内蒙和A级的初始值 那么我们现在呢尝试着啊 来打印一下 我们所新生成的这样一个对象的内蒙和A级的两个区 是看一下它是不是我们传入了这个实感档和这样的一个粘语实话 好 有一次方法呢 我们把它给删掉啊 这个注释的代码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啊 这个呢 都是我们的过去式了 好 我在这里呢 实力化了一个student1 好 它呢是一个对象 好 然后呢 我们啊 print 好 然后呢 我们print 这样一个student1 下面的啊 某一个变量 比如说呢 我们打印一下它的内蒙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是不是实弹道 好 那么在打印之前呢 我们呢 再对这样一个顶号啊 做一个总结啊 如果你想访问一个类 下面的一个 它的这样一个变量 或者是说呢 它的某一个方法啊 都是通过这样一个顶号来操作的啊 好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预言啊 访问一个对象 下面的某一个啊 变量 或者是某一个方法呢 绝大多数呢 都是这样的一个点号啊 呃 有一个例外啊 就是php啊 php访问的方式呢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我还是觉得呢 点号啊 会让人更加觉得优美一些 和舒服一些啊 嗯 其实对于php这个语言呢 它其实开发外部呢 是挺好的 非常方便啊 但是问题是我 一般我不喜欢写php的原因呢 还真是没有别的啊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访问符号啊 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啊 好 这是一个题外话啊 顺便给大家聊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打印一下啊 好 我们清除一下 然后passing c1.py 然后我们发现什么啊 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打印出来 都回来了 啊 这里打印的石榴灯是哪里啊 是我们勾在函数里面打印的石榴灯 我们还给注视点啊 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啊 好 然后呢我们再次运行一下 发现了这里呢 打印的是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什么什么都没有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空置不串啊 空置不串是什么 空置不串就是我们啊 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变量啊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说明啊 我们在这里的构造函数里面的复制啊 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这个内部的一个变量的曲子啊 好 那么为什么没有改变啊 这样的一个我们定义在类项面的这两个变量呢 这个问题呢 要给大家思考一下啊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 如何来更改这两个类项项面所定义的变量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